大家好 今天又煮栗子汤了 也是这样烧滚一锅水 然后放栗子下去 这次我会放栗子后再煮一分钟 焗两分钟又试一下行不行 上次我煮栗子汤的时候 有个网友分享了一个去皮的方法 我今天试一试 看看行不行 我旁边就已经准备了一盘冰水 现在我将栗子披过去 浸一下它 但是我怎么搓都搓不掉 皮都搓不掉 搓到手指都痛 还有一些冰水浸住很冷 好多谢这位网友分享它的方法 虽然就不行 如果大家还有更加好去皮的方法 也可以继续留言 我也是用这个最原始的方法 用牙签慢慢剥皮走 我先去皮的方法 也就是把坏的地方披走 处理完栗子后 清洗两只佛手瓜 表面有些伤症 披走就可以了 将佛手瓜隔底和钉切走些 接着切开小块 去中间的粒核 接着斜刀切开两块 洗净两条粟米 中间切断 一条红萝卜 切开一块块 我习惯这样切割 其实你喜欢的话 中间切开 然后切开一块块也可以 再切几片姜 这碗汤料我昨晚已经浸定了 有两只无花果 有五十克的腰果 还有些红莲 红莲和时室 都是各三十克 这两只无花果 切开两块 让它容易出味 锅里的水有2.5公升 将所有这些汤料倒进去 水滚之后 我们也是煮两个小时 有两只熟 这个汤卤煮出来的味道很清甜 它的栗子味不是那么重的 是瓜味 粟米味会比较重 但是很好喝 很甜 好了 我们今天的汤又煲完了 下次见 拜拜